河東京風鄉魯拉克斯部落婦女 將剛出爐的蛋糕取出 再撒上糖粉 美味的紅梨蛋糕大功告成 原本在台北工作的小圈 五年前選擇回到部落 並且商用自己的烘焙妝藏 運用在地農特廠 開設部落第一家烘焙工作坊 返鄉的青年在地創業 然後我們要留在部落生根 然後給我們這個機會 能夠為部落的產業 以及我們的小農 然後有我們部落有生機這樣子 烘焙工作坊不只是賣糕點 也跟社區發展協會合作 提供參訪遊客跟部落族人 相關諮詢服務 甚至也讓部落農特產品 有更多元化的發展及銷售管道 移民部落少的是返鄉青年 返鄉青年最主要是賺錢 他們有他們的未來 能夠將遊客引到我們這裡 有了遊客之後我們就有經濟來源 返鄉青年會更樂意地 住留在我們的社區裡面幫社區公開 我們就是希望說也可以讓其他的年輕的婦女 也看到這一區塊 年輕的媽媽小姐們也可以學這個區塊 我們只算是一個起頭 因為在部落未來的發展我相信是要很多人來一起參與 烘焙工作坊的成立帶給部落就業機會及生機 他們希望有更多人一起投入烘焙工作坊 讓它成為羅拉克斯部落重要產業 更大目標就是希望吸引更多旅外青年返鄉 一起為部落發展努力 記者李洞台東金峰才會報道